請大家idez 各位同心 大家安安 有這個南海海問題 難怪的問題 這有一個標題是說 犀鳥島專屬經濟海域自然資源的訴訟案 這裡有一項訴訟案 就是說犀鳥島這個地方專屬經濟海域 有沒有聽過? 犀鳥島聽過嗎? 專屬經濟海域 200海域沒聽過嗎? 200海域沒聽過 自然資源是什麼東西 自由 自由是一種 雅巣也是 那訴訟呢? 訴訟就打官司嘛 有一件官司的意思 新南島在哪裡? 我們看看 這個訴訟是 這是布倫布 布倫布是美國最大的商業媒體 就像說 我們這裡的經濟日報 專業媒體 他報道哈維斯特這個公司 被數十位台灣人民提出訴訟 所謂的台灣人民所謂 原來在南海這裡發展到 五億湯的醬油和7.5兆 香港車的天然氣 但部分的地区是為了在 新南郡島的專屬經濟海域 該地區的自然資源和經濟資源 屬於本土台灣人民 這些基民要求290萬倍以上 美金 中國 一位公司 沒有在 海洋總共是不再被告之類的 這裡有一個新南青島 沒聽過嗎 新南青島 沒有 沒有 來 新... 新南青島還沒聽過 沒聽過 沒聽過 這個A殿就是新南青島 大家要在這裡 新南青島在這裡 這是新南島 這是越南 馬來西亞 這是菲律賓 台灣在這裡 日本在這裡 大家要知道新南島在哪裡 南海這裡 新南島在這裡 這個店 這個紅線叫新南青島 紅線圍起來叫新南青島 這個店 這個店 做中心圓200海力 一個圓圈有看到嗎 這個店 圓200海力 這個店 這個店是外南 這個店是印尼 圓200海力 這兩個圓交叉 就是這個中心線 這兩個圓 這兩個圓交叉 就是這一條線 我起來就說 這個 這個ABCDEFG 這個 這個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是這個 油田在這裡 就是說 有一部分 這個 跟這個 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的地方 屬於西鳥島 新南青島的一部分 這個 這個紅線 這個 這個 是這個 1939年3月31號 美國自日本大使 通知國務院的座標 圍出來 這是 酒油的座標 油田的座標 這是外南的座標 這是印尼的座標 這是 被侵害的 有 部分地區 在新南青島 就是這個 這個座標 這樣 這個都可以對的 因為 大太小的地方 看不太有 新娘島在這裡 這叫 新南青島 這是 日治時代 化入台灣的 新南青島的範圍 有這個 島 這樣 這樣 大家也知道 新 新南青島 還有一個 犀鳥島 現在這個 上面有 有 這個 飛機跑道 這外南去的 兩百公車 飛機跑道 上面有 越南的軍隊 越南的軍隊 這跟台灣有什麼關係 再看一看 回顧一下 西娘島 中國稱南威島 越南稱長島的歷史 這是什麼地方 這個 稍微說一下 這個 1946年 12月 歐爾西政府 派遣這個 美燃的 海軍軍艦 去 由這個 行政長官公署 台灣行政長公署 付接收 折領日本 已經完成先戰的 南海豬島 1973年 到 1974年 2月 南越的派兵 擊敗這個 歐爾西的軍隊 所以就去 南越獲棄了 南越 1975年南越崩潰 北越軍隊登島 接受了南越 駐金的投降 距離到現在 就是說 本來是日本的 這個 歐爾西去 去距離 岳南去距離 現在就是這樣 現在這個距離 有沒有取得被 佔領地的主權 怎麼可以取得主權 不會 不會齁 所以說 這個 東亞美國來距離 不會 不會因為 佔了就變成它的 也不會因為 越南去 佔了就變成越南的 這 不移轉主權 這個 在美國這個 陸軍戰場所冊 第六章文規定 說 軍事 佔領 給予 入侵 進退 在佔領期間 執行 控制領地的潛力 但不移轉主權 到佔領所 中 只是賦予此 當即執行 某些主權潛力而已 就是說 美國這個 陸戰所冊 裡面有規定 佔領不能移轉主權 這1907年海亞第四公的 有關陸戰的法規跟習慣 就是說 這個 第46條 家族榮譽 全力人民 生命 私有財產 其宗教信仰 必須給它尊重 這就是說 這都是 佔領不移轉主權的根據 1907年海亞公的就有了 就是 這個也是 這是 56條 外面 有把這個西尼島編入 他們的領海基線嗎 有沒有 為什麼 他現在都跟中國在那裡 建議說這個 在越南 福利賓 都在跟中國爭 所以這個是他的 他會發入 你們的基線嗎 後來他真的沒有 因為 佔領不移轉主權 雖然說他 金隊在那裡 但這個東西 還不是他的 他自己清楚 所以他沒有 有一個領海裡面 不是說 他接著變他 不是這樣子 這個 他很清楚 國際紅支社會 也出一本說 佔領法 根據佔領法 佔領法 佔領法並沒有獲得被佔領領土的主權 這都是 就是說 這個 陸軍戰爭法 美國陸軍戰爭法 國際紅支社會 都有 這種的看法 有這種規定 我們 我們 幾個例子 歐巴馬 處以色列要退回1967年的邊界 這是什麼東西 就是說 美國總統公開說 出支持巴勒斯坦未來 在1到1967年 中東六日戰爭前 存在的邊界獨立建國 就是說 現在的東耶路三兩 齁 以色列跡的 1967年 現在 但是他還要退回 退回去 這也是 佔領不予轉主權的例子 以色列跡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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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跡 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齁 四十六年 他如果還佔四十五年就變他了嗎 不會 不會齁 你看這個齁 中國正十一國際法條文 全面解決兩國領土政 這2011年的事情齁 這佔多久了 佔超過一個多四季的 佔超過一百年 國會決議放棄一塊 再怕沒有高原的 跟中國有爭議的領土 這塊土地這樣移轉給中國 大概一千平方公里 目前不清楚 有多少人撤離 這個塔吉克在清朝的時候 就佔了中國的地 要佔到現在 佔了一百年 他還是要退回去 這都是 一個是美國的歷史 一個是中國的歷史 所以佔領不予轉主權 這是一個歷史的事情齁 一個觀念叫先戰 什麼叫先戰 先戰 先戰 先戰是誰 啊 佔領會不會 佔領是沒辦法 這兩個不一樣齁 先戰的就先贏 那如果佔領是不會 這有什麼差別 先戰就說本來這不是沒有主權的人 有主帝嘛 就上先戰 上先的 那如果已經有白人在那裡的時候 你 可以變成先戰 贏嗎 不行啊 不行啊 你們請到了齁 就是說 無主帝的先戰的要件 就是說 這個國際法前衛 奧本海姆 他說無主帝的先戰兩個要件 第一個 是正常在這個土地上 還有取得該島主權的意思 該地主權的意思 無主帝 國際法規定一個政府 要獲得這樣的土地 一定要表明這個方面的意圖 並在該島上樹立某些建物 看這個標準 如果說漁民 漁民 出去打漁 抓漁 剛才鳳台的時候 有人在海島 避風避港 比一個久 習慣了 如果去一間土地公廟 這樣變這間 漁民的嗎 還是漁民的這個國家的主權嗎 會不會取得主權 有啊 有什麼 他也去土地公廟啊 住很久啊 不叫歷史主權 除非沒有主權 沒有啦 就是說 這些人 漁民 他不是政府 他沒有主權的意思 主要在這裡 他這 取得該地主權的意思啊 漁民在海島上 蓋這個土地公廟 就久了幾百年了 去幾百年了 也可能 但是 這樣不行 因為他沒有主權的意思 也是私人的行為而已 要不要說 日本人在1911年 在西沙青島採鳥糞 日本公司 他救一人在 南沙青島這裡 開採這個鳥糞 開採鳥糞 會不會取得主權 也是不行 因為這是公司嘛 公司或是漁民 因為他都沒有主權的意思能力 所以他沒有辦法完成先戰 我們再看 日本有 先戰行政前的事實 1911 19 19年6月10號 拉薩島 零礦知識 會社公司 向東京地方裁判所 登記採礦錢 日本把他納入行政管轄 發出採礦稀可 這這樣有主權的意思嗎 主權就有了 因為政府發這個 這是你說法國 法國在191874年 就是從安蘭國割上這個 越蘭這個地方 變成殖民地的一部分 那當時沒有包括蜥鳥島 1874年是不包含蜥鳥島 1925年的時候 他把它劃入到 這礁止之那八地省管轄 他沒有公開 蘇利下座位 沒有在該地上建立什麼東西 這樣有完整先戰 他欠欠一個什麼要件 欠欠一個要公開的要件 日本海軍派遣一個印書件 焦州號前往新南青島 1929年4月 設石牌 期待1917年的墓碑 這也有公告 這有公告的意思 大家知道 法國那個是私底下沒有公告 再來就說 1929年4月 因為這個世界經濟不景氣 拉薩島停止採礦 撤退 導致1933年的時候 法國駐巴黎 法國鮮稱 要先佔這個新南青島 這樣可以嗎 還不可以嗎 這1929年 以前這個 4月 已經有了 17年的這個牌子 所以這次本政府8月15號 就做成內閣決議 對法國提出抗議 強調 拉薩島公司 從大正7年 1918年以來 就在新南青島採礦 日本政府給予協助 日本新南青島 已經進行這個 管理跟開發多年 新南青島不是無主地 我就說這不是無主地 你不能完成先戰 1939年3月31號 日本政府將併入新南青島 一次通知法國駐日本的大使 該日 日本外務省聲明 新南青島唯一長期無主的土地 也青島 日本人從大正6年 到1917年 在該島 進行行政管轄 未免法國在該期間造成 無謂的紛爭 決定將新南青島併入 台灣總督管轄 這天開始跟我們有關的 並入台灣總督管轄 這樣有沒有 他有說沒有 他有 這個有公告的 通知 這個日本大使館 召集會議 傳達的新南青島醫師 標誌 美國遠東事務主任 這個 哈姆紀錄 這個19 英國 日本大使 西某 代表大使 在他的政府的指示下 以召集會議 傳達的 關於新南青島 確實信息 西某先生 隨即交給我 一份這個描述 新南青島位置 日本政府 有關該島的主張 法國政府 有關該青島 採取的行動 以及193 9年3月30號指 日本政府 將該青島 並入胡文謀殺 總督府司法管轄前 下領土之行動的伴隨報告 你本 這個新南青島 他有沒有通知 跟大家說 有沒有 一大使館開會 傳達說 這個 這些訊息 日本充分 表示先佔新南青島 新南青島 意思就說清楚了 你同不同意是一件事情 但是他已經講清楚了 日本大使館給美國國務院的 就說 坐落新南青島的這個座標 7個點 就是在印度 化石印度珠納 就越南 跟菲律賓 巴拉旺島之間的這個座標 就是說 他 說他要践 他有說清楚嗎 在哪裡有沒有講清楚 有啊 有座標啊 有說清楚了 美國華盛頓 這個華盛頓是日本的大使 他說 這是1939年5月17號 他說 在其中 日本政府 迄今沒有實行 能被 適當地 視為建立主權 主張的基礎 有任何國際上的有效性 就是說 日本你雖然說 先告了 有佔領的那個意思在這裡 但是你要先有主權的話 你的這個佔還不太夠 要佔年的這個事實還不太夠 所以這個日本就開始 1939年之後 馬上派警察去 派警官去 交接 派警察去 設官製所 電力所 一月設施 還要頂頂 有幾個例子 這樣 這樣 有沒有完成 先告主權的基礎 這樣就有了 有證明嗎 在哪裡 這 新增的研究 這是中華民國的 他說 南海歷史性隨意 法律地位的研究 共402的 第34到35 他說 日本持等措施 可謂以具備國際法上的 限戰的條件 這是日本人 在1917年 探勘西沙 南沙 無人島 1939年 日軍佔領該地 同年 30日 日本內閣結議 邊入高雄市 這裡有高雄市 有沒有 好驚 這跟高雄市有關的 行政會應該會說 這不是日本自己說 地方民國行政會自己研究出來 現在有什麼效果 就是說 國際法這個協則 瓦德鵝 對於尚未為人佔有之物 仍人有平等的權利 此物因此最先佔有者 因此當一個國家 找到一塊無人土地的時候 極可合法佔有 並且充分表示此種企圖之後 他就不受北國的傾斗 他說 你 無人島 你去說 你要說給大家知道 這樣才有發生效果 就是說這個意思 你如果說給大家知道 別人就不能隨意跟你剝奪 就是這個意思 你看 這古今山和平條2條V跟F 日本放棄對台灣 澎湖 南沙西沙 青島所有的權利 民氣請求權 日本 Japan renounce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這簽約果 就像和平條約簽約 要求日本放棄這個claim 表示 表示什麼 日本 有沒有取得 南沙跟西沙的claim 你 你要求他放棄就表示他曾經有 不然他放棄這個幹嘛 否則 如果說沒有 就是無錢的 如果沒有錢裡的可供放棄的話 美國也沒有辦法 取得新南青島的佔領錢 他說 有這個 他日本已經取得了 所以放棄這樣子 他也沒有全部放棄 這個放棄是什麼 他剛才取得是主錢 現在放棄是什麼東西 Renounce all right title claim 他不是放棄Fore sovereignty 他是放棄這個claim 美國取得對福爾摩沙的潛力 杜洛斯說 如果日本不以任何國家的利益 而放棄主權的話 將造成國際的混亂 他剛才那個規定說 日本放棄這個 right title and claim 他放棄這些東西 如果是說沒有對上的放棄 現在大家都說 沒有指定收受割 國際上大家都這樣說 這樣對不對 不對喔 其實 他這裡有講 如果說 日本不以任何國家的利益 放棄的話 那將造成世界的混亂 因此杜洛斯 以主張 就要和我們條2 3條的A 美國以主要佔全國的身份 取得對福爾摩沙的潛力 這個潛力是什麼 脫管 怎麼知道的脫管 本來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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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的事實是說 1992年5月8號 美國的克里斯東能源公司 跟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 在北京簽了萬安北21號石油開發合同 1993年4月13號 克里斯東公司租了一小船 大大被他進行探勘作業 但是當天就被越南的武艘 武裝船 就是 將這個探勘船 船船為助 要求撤離 結果3天之後他就撤離了 撤離之後有沒有再來 就沒有再來 從此 中國石油人的森林 就沒有在南沙海域附近出現過 這樣誰的潛力受損害 誰的潛力受損害 1993年4月13號 克里斯東租了一艘船 然後去探勘 誰的潛力受損害 誰的潛力受損害 有人知道嗎 我們的潛力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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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現在是外人接的 我舉個例子 這個潛力受損害 以100萬賣白公 賣這個犀鳥島 他摩魚說 好 我跟你買了 買白公 買這個犀鳥島 這白公就是說 不是他爺的意思 這些 中國說 要以100萬賣犀鳥島 給這個 摩魚 就是 美國這個石油公司 喘 吃了 口頭電焦 好了 你給阿爸我給你了 某宇這美國石油公司叫了首將去開這個白宮的門 這樣誰受侵害 誰是侵害人 疑喔 奇怪你怎麼都知道 這疑是被侵害的人 對啦 風領起什麼人 疑喔 吃起來會被侵害 所以吃起來也不對 吃不太有侵害啊 就是疑啊 那一樣 我們這間鞍 這個 這個 這個公司 這個克里斯東公司 駐了一艘船 就像車 這個鎖匠的意思 要去那裡探餐嘛 要看裡面有什麼東西嘛 對不對 那風領的什麼人 當然也是這個疑啊 他做筆劾就是疑啊 那吃呢 吃他站在外面 他也沒有來 所以他沒有被告 因為剛才那個 第一個報 布倫布的報道 他說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 不是被告 原因就在這裡 我們這個訴訟叫新蘭訴訟 誰有全力提告 這是一個心分的問題嘛 你如果不是被告 你要怎麼去提告 誰去提告 這是能力問題嘛 你找美國提告 這麼簡單 這叫做能力問題 誰可以代表誰 這是一個法定的問題 你去告 可以代表誰 誰有全力告 當事人四個的問題 那來回顧一下 這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在2004年的1546號結議 重申 伊拉克人民自由決定 支配自己自然之源的潛力 這是支配自己自然之源的潛力 誰有潛力支配自己 誰支配的這個自然之源的潛力 他就是說伊拉克人民嘛 伊拉克政府呢 對啊 英美聯金佔領伊拉克期間 哈山政權垮台了嘛 沒有政府可以合法代表伊拉克人民 沒有政府可以合法代表伊拉克人民 這樣伊拉克這些自然之源 要被侵害的時候 要怎麼 伊拉克人民自己處理了 要怎麼 這被佔領西里亞哥蘭的阿拉伯人民 聯合國經濟理事會結議 2007.722 這都是最緊的事情 重申巴勒斯坦人民 和被佔領西里亞哥蘭的阿拉伯人民 對他的自然之源和經濟之源 享有不可剝奪的潛力 請問一下 誰對這個自然之源有潛力 阿拉伯人 哪裡的阿拉伯人 西里亞哥蘭 西里亞哥蘭 阿拉伯人 西里亞哥蘭 說得清楚 西里亞哥蘭 阿拉伯人 被佔領 這位 紅子在這裡你看 被佔領的人民 被佔領這個地方的人民 才有這個潛力 對吧 這重申巴勒斯坦人民 和被佔領西里亞哥蘭的阿拉伯人民 這個人民才有這個潛力 這西里亞是什麼 什麼東西啊 西里亞是國家耶 國家有沒有這個潛力 為什麼沒有 對 他就沒有 沒有政府啊 這個國家沒有政府的代表 啊 剩下八千而已 要求佔領國 以色列不要開採 危害浪會 耗盡這些資源 這樣佔領國可以嗎 有管理嗎 沒有 沒有潛力嘛對不對 剛才那個結議 剛才那個結議 也沒有啊 聯合國安理會 說這是 伊拉克人民自由的決定 那佔領國英國跟美國 有沒有潛力 沒有啊 不然就佔領的移轉主權 佔領灰彈不移轉主權 而且連財產錢都不能移轉 所以說 我們這件案 剛才你講 被佔領的 你要看這個 被佔領西里亞 日本嘛 被佔領了日本 戈蘭的 被佔領了台灣一樣 的本土台灣人民 有跟沒有 有 誰相而不可不得的潛力 被佔領的自然資源 和經濟資源 佔領國 以色列有沒有潛力 沒有嘛 被佔領的國家 西里亞有沒有潛力 也沒有 被佔領西里亞 戈蘭的這個神 有沒有潛力 沒有 被佔領西里亞 戈蘭的阿拉伯人民 有 有 台灣和新蘭清島的自然資源 誰相而不可不得的潛力 台灣人民也對 你們是不是 本土台灣人 你們是嗎 是嗎 是嗎 是喔 有證明嗎 有喔 用什麼證明 先前 美國反應有給你錢 有 有 恐怕沒有喔 還不一定 但是你 新清新蘭清你有那個 日本是來的 這條本啊 那個就回任不可了啦 對吧 你是根據那個 你清這個新蘭清嘛 你也根據這個東西 請這個旅行證件嘛 但是 這個 這個東西 換你 會不會真的 也不知道 但是這個 富極天本 是客觀存在那個地方 那個是事實嘛 台灣是被佔領中的領土 是嗎 有什麼正義 台灣在二戰時是大日本國的議員 對嗎 對齁 就在和平條約中 台灣被誰佔領 沒有啦 就在和平條約中 台灣被誰佔領 美國嘛 但是台灣被誰佔領 這個是會得 有點疑問 什麼叫主要佔領國 針對什麼 控美案的法官說 就在和平條約二三條 沒有釐清 得在台灣行事組成的政府 他這樣說 他說 籠統的認定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並沒有指稱 是主要佔領國 是針對什麼 他這樣講 這樣講得不對 什麼不對 再看來 美軍有沒有先以獎金佔領台灣 這個1945年 10月14號到23號 美國派的第七艦隊 航空母艦 轟炸機在前台灣領上空 行羅 兼展示武力 美國防衛台灣司令部 祝福謀殺聯絡什麼 中美共同防衛條約 現在 改為台灣防衛司令部 然後向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報告 正式建立美國在台灣的軍事當集 有這個東西嗎 有這個東西嗎 有沒有做東西 美國在台灣的軍事當集 有嗎 看過嗎 你看過嗎 我講一下 託館是什麼東西 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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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託館是什麼東西 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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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託館的內容是什麼 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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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屬法義得擁有行政立法施法的錢 佔領金在托管提案後的通過之後 有沒有不同 有沒有不同 沒有不同 那提案提這個案要幹嘛 煞有其事的規定在這裡 提案通過佔領金的權力變大變小 變小 你們怎麼這麼囂張 變小 所以這個案怎麼通過沒有 有沒有通過 沒有啦 變小怎麼會通過 什麼變小的知道嗎 因為他要不通過之前 他就有立法行政司法的權利嘛 有人管嗎 這段時間要不通過之前有人管嗎 沒有 沒有人管他 可是通過之後呢有沒有人管他 有喔 通過之後就有企業關係啊 提案啊 這個案子就是管他 管這個權利啊 管這個立法不能隨便立喔 司法不能隨便管 就有這個東西出來 所以這個 美國聯合國這個提案有沒有通過 沒有通過 這 就沒有通過了 這 美國很聰明 很肝 沒有通過 他的權利就不會受到限制 這 是 這個是 流亡 外國及上司代表前 無國際人格 19 49年12月 11月29號 昨天來發表 對國民黨 對國民黨反動毀謗 逃亡國外的聲明 他說 中國已告知聯合國成員 群體國 是立場為國民黨積極分子 已經 離近中國邊界 流亡他國領土 因此已無任何事實或法律的主權可言 這是昨天來的什麼人 中國的外國 外國部長 他說 這個國民黨政權已經 逃離了中國 離開了中國邊境 流亡到其他國家 到哪裡 台灣 台灣在 中國的我們來 他是什麼地方 外國嘛 真清楚 你現在說這是 中國的一部分 現在怎麼有說 現在不說 現在說核心利益 變來變去 他說這句有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他以後可不可以再說相反的話 不行耶 這個有一個禁緩原原則 你如果去打官司 你以前說過 你不能說現在反靠經 反靠經也不好 美國的法律繼續對台灣使用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這個 TRA第四條A 台灣關係有第四條A 他說欠切外交關係 將不影響 美國法律對台灣的使用 美國法律將繼續對台灣使用 就像1979年年內一號之前 美國法律對台灣的使用的情形一樣 美國的法律在台灣使用 這標記什麼法律你知道嗎 這美國國會立法說這個法律在台灣使用 這樣美國的行政機關要不要依照這個法律去質詢 美國的司法要不要依照這個法律去審判 要 這樣有沒有立法司法形成的權利 有 看起來有 這是法律 這是美國法律 這不是我們自己說 這對美國現在的法官有效嗎 有 應該是有 美國禁止當時 我們剛才有說 說台灣有美國軍事統項部 這個台灣關係有第三條第二項 他說 美國總統和國會 對台灣皇位西亞的判斷 應該包括 美國禁止當時向總統國會提交的報告 這個檢討的報告 By United State Military Authorities 這就有美國軍事政府 就在這裡 他有一個報告 國防部 有 軍事當局 向國會提交的一個報告 這是20000年12月19號公佈在AIT官網上面的東西 他說 台灣關係法 賦予我們美國國防部 維持美國對抗任何 危機台灣安全的武力跟威脅的能力 行政當時承諾在該地區維持十萬名部隊 以因應該地區可預見的未來情勢 這十萬名的部隊包括 駐韓國的美國陸軍第八軍團 第七支空軍 部署在日本的陸戰隊 第三眼真金 以第五支空軍以及美國第七艦隊 到20000年他還有10萬名的部隊在保護台灣 這裏面還有包括第七艦隊 沒聽過嗎 第一艦隊沒來過台灣幾次 兩三次 最少有三次 這美國撤僑來台灣海關有AIT辦年 這美國人來撤僑來台灣 這AIT 這 海關 這有傳什麼 AIT趕走台灣海關 親自執行海關的行政權 有沒有 AIT有沒有執行海關的行政權 美國的法律在台灣試用 美國的行政機關要依法執行 就這個 這個就是 這個AIT 就是美 這個 ROC要在太平島部署這個什麼灰彈 切招美方 以反恐為由反對 這不是反對 禁止 反恐理由把它禁止 AIT 中華民國要去太平島部署灰彈 AIT說不行 現在表演什麼 以後就關 AIT有沒有管美國金方 有沒有管這個 ROC的金方 有嘛 這是誰說 這林立方 國民黨有立委說 國民黨立委說 美國反對 美國其實不是反對 美國它禁止 禁止中華民國在太平島部署灰彈 這樣AIT有沒有管制 台灣軍令的行政權 有 還是說反恐你知道嗎 這個 這輪彈彈 這個 塗銷威智 這個 部隊這個 符號都把它塗銷掉 這輪彈彈彈起來的時候 在台灣海峽 還是說在巴斯海峽 跟行羅富裕 跟這個福利賓的 飛機相處的時候 你想 你看他分析 他有標誌嘛 你看有嗎 他看我們 看這個RC有沒有 沒有 那這變成什麼 不民的武力嘛 就變恐怖分子 所以 這個 這個AIT 反恐 反恐管制 他這個人知道嗎 他說他自己說他也不知道耶 什麼關係他不知道耶 他知道說 人反對 人自己禁止 這樣而已 台海危機 美國派第七艦隊 獨立號 跟這個尼米茲號 1996年台海危機 就算第一次這個 行政長官的時候 總統 其實那是行政長官 這康倫敦的 演習嘛 中共演習嘛 七坡啊 一坡一坡 越來越大了 要打火彈 美國派兩架那個 航空母艦前來 就迅速降溫 這樣 美國有保護台灣嗎 有 這個政旗 美國保護台灣的政績 那這最近的 這純 這誰的旗 那這呢 三軍齊發反智揮國 這個 中華民國 那這 美國 這演習耶 演習 四同作戰 那結果 上天台是割美國機 那是誰比較大 美國比較大嘛 這是現在的狀況 那這 既得劍 剛才這個啦 這最貴的劍 台灣 然後是最強的軍力 就是這個既得劍 那既得劍 那既得劍 在美國的 拿來做這個把劍 把劍耶 最貴的 最貴的把劍 把劍怎麼保護台灣 有辦法保護台灣嗎 這看 我看這個沒什麼用耶 那 你說這把劍怎麼要這麼貴 這在做什麼 這在利益輸送嘛 對不對 你要做把劍 你還沒辦法這麼貴 這叫做交保護費 這樣了解嗎 這就是說 中華民國 你這裡是最貴的 不是中華民國 是美國 你幫你保護要拿保護費嗎 要 就這個東西 但是可以跟我們台灣人拿保護費嗎 不行 可以跟中華民國拿保護 這個一個 美國實施透過這個 Compat 這個 Corpel 這個標籤 社會工程 同時 同步控制 全部本島軍隊 全部行為 包括指揮 前無誤 這個說證明 島嶼現況 就受救援和平條 23條主要戰勝國 這個指揮 這個 事實 2008年 Compat 這間公司 簽約 協助台灣跟美國太平洋司令部 完成聯合訓練 管理系統 演習整合 以及 協同行動最後一個階段的工程 顯示台美間的作戰 能力已經 聯合作戰已經落實 就是說指揮系統已經實際上建立了 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指揮系統已經建立了 實際上是建立的 這個 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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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傳事件 2013年5月11號 幾個月而已 馬英九下最後通牒 憲律賓72小時內要道歉賠償成胸 廣 廣 有參與嗎 廣 一個中國原則 處理廣大新案件 不道歉就要派既得監去 去跟我們做 這件有辦法 深年美國 深年台灣美議員呼籲 道歉成胸 所以廣 在8月9號就道歉賠償 你看 福利賓 台灣美國先要求要下最後通牒 最後通牒人沒有參與就要開戰 他說要開戰嗎 沒有辦法開戰啊 這個 福利賓沒有參與說一個中國原則嘛 他跟北京說這個地方政府 不道歉 還叫美國議員出來 最後在8月9號 現在差幾天了 差三結合不是差三天 他才出來道歉 這又說另外一個問題 美國市政權下的沖繩法令 這個標題 有一點奇怪嗎 這個標題沖繩是什麼地方 這個阿美麗 他怎麼有市政權在沖繩 還有法令 這個標題什麼 這個 流球嘛 美國戰聯流球期間 有這個美國軍事政府特別報告 美國軍事政府特別報告 三十二號 刑法 美國軍政府特別報告三十七號 這議員 這個美國民政府報告 美國民政府報告第一號 流球類到美國民政府設立的這個 規章 美國民政府 這個 這個是不是相較一樣 有一樣嗎 但是這是瓜號 是瓜號這個 流球類到瓜號 叫做 美國民政府 是這個把它省略掉 我們現在這是 台灣 民 這個民才不看的 是不是這個應該改成民 有沒有 台灣 民 政府 有沒有 這是瓜號是不是 民比較實質 有沒有 你們看這個 流球類到 美國民政府 地方的名字在前面 美國在後面 民政府 有沒有 這個 台灣 民 政府 是不是這樣比較實質 對不對 台灣類到 美國民政府 有沒有 這樣比較實質 流球類到美國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是 台灣美國民政府的簡稱 DGG是美國軍政府底下的機構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被佔領 西里亞哥蘭的阿拉伯人民 被佔領日本台灣的本土台灣人民 有跟沒有 誰有權利 這個案子誰有權利 這 這有問題嗎 有沒有權利 這個有沒有權利 這個有沒有權利 為什麼 喔 你很聰明 因為他 佔領 講嘛 TGG是美國 金政府底下的機構 這是佔領 美國老大的 這個老大的 佔領國是老大 老大沒有權利 沒有權利 雖然是老大 就是因為他是老大 所以他沒有權利 因為他是佔領 我們這是佔領 對不對 佔領的地方的人民才有這個權利 所以怕這個冠西 這個當事人不適格 被佔領地的人民的國籍 復歸前沖繩的日本法 被佔領期間 1972年5月15號之前 沖繩的國籍 沖繩人民的國籍 首席在哪一國 美國 哪一國 日本 被佔領 佔領不宜轉主權嘛 所以佔領 不會變更 當地人民的國籍 他原來什麼國籍 日本 原來的國籍什麼法 所以 你們應該也是 你們的國籍什麼法 應該日本才對 他這個 沖繩是用國籍法 造了25年的法律 沖繩是首於 造了25年 那幾年 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的 就是 對 他的國籍就是這樣 所以台灣人的國籍是什麼法 本土台灣人的國籍 應該也是日本 其實這個法律有沒有適用到台灣 有喔 這個法律也有適用到台灣 他是沖繩27年 才把台灣人民的國籍棄除掉 這個特區人出執 日本的時候拿第一國的 旅行證件 美國 因為日本 日本的地方 美國在管嘛 在管的時候 你要出執 要經過他的海關啊 所以你拿 這個 占領國 美國 民政府 流血在到美國民政府的旅行證件 後天這個 台灣在到 民政府 也會發行這個東西 知道嗎 這樣有符合國計法嗎 有 這有符合國計法 本案的訴訟進度 訴訟 美國法院有受理嗎 訴訟進度怎麼 處理怎麼 我們剛才說到 這個公 這間案件 要告美國公司這間案件 現在的進度不知道什麼樣 我們要介紹一下美國律師的狀況 2013年5月23日因為受朋友的委託 美國這個律師 勉強接受兩個小時的諮詢 因為律師事前以為這個本案當事人不適格 當天9點開始聽到一半 他說可以找我的這個合夥人來不這樣 做會來聽 接著律師取消下半場的約 然後一直談到1點左右 最後完成簽約第一階段 研究起訴 可不可以起訴完呢 會用1萬塊美金 就在那裡 這樣你看這個 什麼看 是不是有些希望 沒有希望到有一點希望 有沒有 研究看看 本來是說 你這個 沒有出價 聽聽說 不然研究看看 研究1萬塊美金 就在那裡 本來當事人不適格 沒什麼聽你說的 再叫他這個出來 他的這個 美國這個猶太人出來 接大歡喜 這第2次去美國 那時候7月3號 我們5月7 這個 他說沒有研究 7月3號他說 目前我們正加緊評估 可能的攻防 其中包括法庭 可 能採用的證據 及引用文獻的方向 下次會 7月底 其實是可以訂稿 然後可以遞交給聯邦法庭 最快1週左右 可以 可以完成這個分案 然後第二次美國 星期22號到27號 第一次去就沒有 因為第一次去 是要研究這個起訴書 第一次去就是要確認這個 起訴書 然後要起訴 然後要討論集體訴訟 陪審團 政治問題 參加訴訟這些問題 這個會影響到本案 所以有討論這個問題 這個會影響到本案 所以有討論這個問題 集體訴訟的一些 因為 大家有多少 很多人嘛 你去告的 看不到所有的人去告 所以就要研究這個集體訴訟問題 集體訴訟 要提告 有一個問題 說送達 你們要不要參加 你們要參加嗎 你們要參加嗎 這次說要送一項牌給你們 你們問你要不要參加 你如果不參加的話 那就不參加 你要參加的話 又要來 要回復我們 你這個 這樣 台湾人 最少也要一千八百萬人 夾一項牌 這樣要多少錢 5塊 然後來回 10塊 這樣加的就 幾億了 是不是幾億了 宋達成本過高 然後查到一件都說 這律師啦 普律師說 多達一兩百萬的話 法官就認為實行上有困難 沒有准許 就是說一兩百萬人的時候 你就很難管理 這間 不只一兩百萬 這間是千八萬人 是不是兩千萬人 所以這有辦法管理嗎 沒辦法 集體訴訟沒辦法 成本高 是管理的困難 還有說的是陪審團 美國聯邦 集中的法庭 最終審理有這個法官審 跟陪審很審 那法官審的案件 就是 法官決定 那陪審團就是 這個陪審團決定這個事實 那如果刑事案件是說要一百萬的 一百萬就說所有的陪審團都要說有 這樣才算有 有沒有殺人 如果十個裡面 九個所有殺人 一個說沒有殺人 這樣有殺人嗎 沒有 這個民事案件採優勢證據 優勢是什麼 超過多少就叫優勢 超過一半就優勢 我們這個叫民事案件 所以我們要不要採陪審團 因為法官 他的審贈跟代理不知道 他說是就是 他說不是就不是 那你如果陪審團 我們本案我們會提出這個陪審團的要求 這是 所有 當事人的權利 控制案 再來就是政治問題 剛才說的集體訴訟 陪審團 這個 控制案的問題 政治問題 起先個別上訴人 請求適當的救濟 他們要護照 更具體的他們要國際承認的護照 然後目前上訴人要求更多 他們想成為一個 擁有一切權利和特權的美國國民 包括美國護照 考量上訴人的國際 將使我們跨近 既有爭議性的美國外交 政策領域 才能解決行政部門 過去60年中無意處理的 台灣 誰對台灣行使主權 本庭無處權利 你要要要求法庭報告 判決說誰對台灣行使主權 這種問題 他叫做政治問題 不能解決 法庭沒有這個權利 但是本案也沒有說要誰 行使台灣的主權 有沒有講這個問題 沒有 有什麼沒有 你 本案也沒有政治問題 有沒有 有喔 有就變爬了 你看看 南派那 有很多國家在那裡 這個不是政治問題 這不一定喔 要去看看 本來有沒有政治問題 什麼叫政治問題 這裡有六個標準 大法官 不然 他說 判決書 宣示了這個何謂政治問題 這個 1962年這個貝克案 判決書說了什麼叫政治問題 他說 反憲法已經民倫將該問題尾由跟本案 平行的某個政治部門處理的話 這個叫政治問題 這什麼意思 憲法說民倫將某一個問題尾由跟本案平行的政治部門處理的話 這個叫政治問題 這誰說 大法官講的嘛 大法官代表什麼 司法系統 所以 跟本案平行什麼東西 行政立法 行政什麼人 行政不是國院 行政是叫總統 總統比較大 立法 立法院 在美國叫什麼 參院跟中院 所以說憲法規定說參院國會有某種權利的話 總統有某種權利的話 這個東西 法官可不可以去審理 就不可以審理喔 我記得 以前說 美國這個 國會宣佈對這個越南作戰 先戰 美國總統不是派兵器了嗎 打了越戰 打輸還打贏 輸了嘛 死幾個也沒人去 美軍在越南輸了幾萬人 有沒有被彈劾 有人反對嗎 有人反戰嗎 有啊 反戰一堆啊 有人去那裡告嗎 沒有 為什麼 政治問題嘛 不然如果可以提告 有人去那裡告嗎 一定有人去那裡告 那就是 就不行啊 不能告 所以 憲法規定這種 國會有先戰權 啊這個總統有三軍的指揮權 這種案件就是政治問題 所以說打敗仗 死了很多人 該負責 該負責 但是 是不是司法問題 不是司法問題 好啊 欠缺法院可以查西後適用的裁判標準 這叫什麼 他是三千分立的國家嘛 如果有法律規定的話 那是不是政治問題 如果有法律規定的話 他要不要依法審判 如果有法律規定的話 他可不可以拒絕審判 不可以嘛對不對 所以有法律規定的話 就不是政治問題 相反的 如果欠缺法律規定的話 那是不是政治問題 就有可能是政治問題 你如果說 沒有 有政府 有法律規定 那就不是政治問題 因為他不能季節審判 第三個是 會先做成顯然不屬於司法裁量的初步政策決定 法院無從審查 這三個 幾個例子 你要去出國去簽證 外交簽證 他要不簽準之前 你如果 就去法院教這樣可以嗎 不行 因為無從審查 他準還不準 你去出國的時候 要不做法律規定 所以不行 所以這種叫做政治問題 本案也沒有這些問題 如果欠缺 欠缺什麼 財證標準 就是說 非顯然司法裁量 初步政策決定法院無從審查 再來第四個就說 如果 獨立解決 勢必造成其他部門的不尊重 其他平行部門的不尊重 其他平行部門的不尊重 這個我比較不清楚 但是如果說 有特殊需要的話 西豪部由於遵行已經做成了政治決定 就是說如果已經有政治 決定的時候 法院可不可以去變更它 不可以 如果說有 政府已經有政治決定就不能變更它 結果同一個問題可能形成 不同政府 部門發表不同的聲音的尷尬疾變 就是說 政治問題已經有政治決定 你 法 法院怎麼可以去那邊 不行 不行怎麼辦 就只能遵照而已 這個法官又說 一旦行政部門決定了台灣的主權為和 法庭就可以立即判決 上述人相應的地位以及應有的權利 對於哪一個國家對爭議性的領土 既有主權一事 司法部門通常追隨行政部門 一旦主權被政治性宣布之後 法庭就能相應 就能檢視相應的 獨立判決 該地基適用的法律 現在說 台灣的主權有沒有決定 行政部門有沒有說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日米友好通商海洋 航海議定書第十四條 台灣跟流球不適用日米最後國待遇 什麼意思 第一個 這個航海通商條約 這是條約 他說 這1953年10月30號生效的 友好通商航海條約議定書 第十四條 為何規定 第二條的台灣跟第三條的沖繩 不適用最後國待遇 這什麼意思 他到底要規定說 菲律賓不適用還是中國不適用 這先標示說這個沖繩 台灣是 美國的占領地 日本 你現在沒辦法說話 所以你暫時不適用 是不是這樣 你這個 後天有適用的可能 沖繩現在有適用嗎 沖繩 現在有 1972年一 中止戰雲緩緩給 美國的時候就有適用 台灣的 以後會不會有 也會啦 但是剛剛沒什麼清楚就是 知道這樣的事情 這樣子是不是如杜洛斯所講 日本目前處於勝利主權的地位 對不對 勝利主權就是這樣 這個法官可不可以做相反的認定 法官可不可以推翻 美國法官可不可以推翻 這個美國條約的規定 不可以嘛 美國法官 所以說美國行政部門有沒有決定的 說主權是誰 有沒有 有沒有 有嘛 他有講嘛 這控不一樣的沒有搞清楚 沒有搞清楚 為何可以提告 這個 Blan這個 新的法庭的法官說 中國跟 美國過去60年間爭吵不休 讓台灣住民 憲以戀意 在此之間 台灣人民 生活在 無普遍承認的政府統治之下 以務實角度言之 他們在國際社會中 並無確定的地位 影響到這些人的日常生活 此一無所不在的混沌狀態 促使本上司法庭試圖 確認他們的國籍身份 與人權 因被占人地的本土台灣人民沒有代表 他說要確定國籍 台灣人民的國籍是什麼 剛才那一段 台灣人民的國籍都很清楚 日本嘛 對不對 這不研究清楚就是這個下場 要研究清楚 你被占人地的人民 有代表嗎 現在有代表嗎 有沒有 有喔 現在沒有 現在有 他們去搞就好了 我們就沒機會可以搞了 現在代表什麼人 阿兵嗎 還是馬英雄 這是叫做減領軍 所以他是我們的代表嗎 不是耶 不是你現在選出來那裡的地方 你問什麼 不是耶 那都是中華民國 那不是本土台灣人 他是選中華民國 依照中華民國的這個 憲法 這應該是佔領規章 去選去 這選誰 選他們家的 不選他們家的 所以 當然有代表嗎 沒有啊 所以你的潛力備請在怎麼辦 就自己在主張嘛 不然 不然 這個 某家裡一百萬人在賣白宮有沒有 某家裡說好啦 他點膠之後 某家裡就叫手降器 誰可以提告 誰是被告 剛才說過 是不是這樣 這個 被告說受取勸書二十一天後 需要提出答辯 這是7月25號 這個 布倫布的 這個 報道 本案 本案約一週內可將 不是 這是 律師給我 一週內將送達被告 被告說受取勸書二十一天後 要提出答辯 如果被告提出類似的動議之後 原告也必須在二十一天內 要提出答辯 後來 就這樣子啦 這是7月25號的信息 美國法院受理這個起訴書 7月24號 這 漏漏床 這些人 這什麼人 知道嗎 這 蘇內 這 我們的 對對對 這我們的主席 這有七十的人 我們的同心 去美國國 美國法官裁定7月25號 他說 10月21號 早上9點要開會 因為要送 研告 需要取述狀 送達後 六十天內送 就是說 我們起訴書上5萬年的時候 這個起訴書上5萬年之後 六十天以來 你要把這店家 起訴書上5萬年之後 這跟我們這裡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是 起訴書上5萬年之後 萬年會 替我們送 他不是 美國是要自己去送 有法律規定說 你六十天以來要送到 這樣也對 因為 比特在台灣也不知道 你才有證明 你要去確定這個東西 六十天送到 還有二十一天 就是10月21號 所以說 訂10月21號 我們七月底 我們如果說一禮拜 還加一十一天 一禮拜 算到 加六十天 加一十一天 差不多是 十月二十一號 那一天 美國這個澎湃新聞社 報導 這個訴訟 不是我們這裡發送的而已 這個美國這個 最大的 這個 商業媒體 他跟我們報 不論報的什麼東西 德州的案子在紐約做見報 開始說 高雄的案件 台北要報 敢有坐 真少 台北這裡敢有看到 高雄的案件 一樣 你高雄要看台北案件 也是沒有坐 德州的案件跑去 紐約做見報 這案子有 有信息嗎 有檢查沒有 這 標誌說 這是專業 這不是 口水 媒體 這是很專業的媒體 這個蓬勃有限合夥企業 是麥克蓬勃1980年創立 蓬勃新聞社 這個 業務遍及全球的財經類媒體集團 營收2011年有76億 2012年79億 這有大不 這很大公 總部在紐約州 現任創始人是現任的紐約市長 紐約市長 對我們這件案件有趣味 這樣標誌什麼 只有這件事 被40位台灣人民提示訴訟 發現吳毅童的石油 在新南青島專屬經濟海域 這資源屬於奔入台灣人民 要求250萬美金的賠償 中國航空市總共是不在被告之類 這研究的 熱熱等了 70人 可以參加本案嗎 美國聯邦訴訟法規定 可以參加 澳洲界 這個案件的訴訟策略 我們告的是疑 對不對 去開搜 告的是疑 疑怎麼答辯 他說這是疑不疑的 我不知道是疑不疑 疑要出來證明嗎 本案他有沒有辦法出來證明 這個某甲這個中國海洋石油總共 是能不能證明說這個是 提出有效的法律證明證明說 這是他的 他有沒有辦法 鐵錠沒有 所以 中國在那裡說他的他的 來證明看看 我們可以請一份政府來證明說 這個1952年4月28號前後 有沒有被美金佔領 這個他沒有辦法證明 有齁 這樣有時候證明證明了 被佔領了 我們有辦法佔領 這樣這件會贏嗎 贏的機會不在大 目前的進度 被告主動接受送打 同時拋棄所有送打爭議的抗辯前 根據聯邦民事宋華指向送打可寬限39天 加上原來的21天60天 被告答辯 嚴告起訴讓送 截止日期是9月6號 然後 算60天了 所以到11、6號之前要提出答辯 這是最新的狀況 要提出60天內要提出答辯 9月11月6號 重點是說他放棄了 這個被告放棄了 拋棄這個 所有送打爭議的抗辯前 會越來越有希望 放棄抗辯前 這本案我們說的本案有什麼影響 如果被告勝訴 表示什麼 表示這個賣白宮這個合法 表示什麼 表示這個藍海的這一些 這些藍海都是誰的 中國的 中國的嘛 是不是 八九贏 中國有權利嘛 所以有公司要不要繼續繳錢力軍 要嘛 彥然會不會陣仗 彥然會不會陣仗 不會啦 你打贏你到我 我沒有去參加訴訟 要怎麼 叫我自己認這條小 對不對 這個跟 這條二十三條 美國是主要佔全國的利益 符不符合 不符合嘛 所以 美國重逢了之後有沒有可能 就不可能啊 美國前書 你看 被告勝訴 美國政府前書 如果 能夠勝訴呢 能夠就爛了 假設我們如果勝訴的話怎麼樣 切認美國是 台灣的佔領國嘛 那被告要不要賠償 要齁 可以解除跟中國企業的約束 那如果被告要繼續在MD開採的話 要不要跟員工定 那 要齁 那些國啦 他有簽字 承認美國是主要佔領國 那現在打採說 美國是主要佔領國 他能不能反對 他就不能反對啊 你有簽字啊 雖然說你沒有來參加這個官司 但是你有簽字 所以 這樣對斷有沒有利 有齁 有齁 那這個利益有多少 我不知道 聽說有 2130億銅 以4年半每一銅 96塊來算 超過 超過20兆 20兆 20兆是多少你知道嗎 大概600兆的台幣 600兆的台幣 多少你知道嗎 我還想說一年的一銅多少你知道嗎 兩條啦 比較沒有到兩條啦 600兆 剛剛好300年的預算 不包括天然氣啦 不要說這點啦 就是說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這就當我生多少你知道嗎 生33千億台幣 國王預算要哪個國王預算 要那些 把船來當 來防衛有效嗎 沒有效嗎 本來這個吳玉彤 這不用算了 這算四行 不用算了 美國雖然沒有權力 但有影響力 美國外交官 石油公司 伊拉克當局指出 伊拉克石油原本合夥的骨牌 艾克森 道達爾 英國 四間石油公司 正聯統 寫富龍 速建較小型的石油公司 跟伊拉克石油部談判 當局將以非招標性的方式 是受於這些公司合約 非招標性的 不用招標 中國跟俄國可不可以去投標 就不能了嘛 雖然沒有權力 但是它有影響力 所以都是 用這種的 非招標性的 在開採的時候 全球最深的 最深水井 已經來到3052米 中國505米 五百零五米 五百零五米 深水油氣 中國333 世界已經2438 這樣技術有夠 中間技術有夠 沒有啦 中國的石油原從此沒有在南海出現 是因為這個原因 而不是說 而不是說它怎麼樣子 它是沒有技術 中國的利益 我們來看看 中國從中東地區禁國 原有 再也不需要經過馬列加海下 石油氣輪直接停靠在緬甸的港口 石油可以通過運輸管道 遠遠不斷的送到中國西人地區 這樣大大節省的運輸成本 提升了安全主數 有沒有 這樣提升多少 我們來看看 他每天要進口543萬桶 原油 其中400萬桶 經過這個 達到73%多 經過馬列加海下 中國已經建立東北西北兩大陸路管道 引進俄羅斯 哈薩克 這個土庫曼的油氣 但分量遠遠不及 東南運輸管道 自緬甸 腳漂到中國 昆明的港管線長達 20 2380 每天44萬桶 543到43要超多少 8%而已 這樣我當時多少 省%%而已 不太多 你如果是中國 在南台 一條魚公回去 這樣會先到這個 應該是會 比較安全 這樣 中國會不會考慮 來開發這個油田 會 這台灣 如果說 判贏的話 要共同開發這個利益 開發的話 業主有什麼人 技術呢 執法呢 技術呢 技術要找我們日本 那資金呢 中國 對 技術 保全呢 越南和荷律賓 你都很聰明 要聽過的看 這個 保全就找在越南和荷律賓 這馬來西亞 這當地有駐軍 他都不用走 這樣他會反對 這12345 300除以五 大家都有60年以後 他會反對嗎 不會嘛 中國 他怎麼有利孫 他也有利孫 各國都有利孫 台灣也沒有 台灣 美國 日本 資金中國 這保全 當然要這些國家 這樣就 這大反省 訴訟的進度 就是說 這個議定 10月21號要 省前第一次會議 到這裡有什麼問題要拿出來問 提出發問嗎 這裡幾分鐘 讓你們問看 什麼問題都可以說 這樣說 想了解那個掉一台 掉一台 美國說 我 和日本 你給我什麼 我就給你什麼 還你什麼還 就這樣啊 我也不能因為還你要損到別人的 我也不能還你而變更多 你 當初給我什麼 就還你什麼 當初你給我 是施政錢嘛 所以說 現在我還你施政錢嘛 那祖承人有沒有動 沒有動啊 那祖承人在哪裡 在天皇那裡 在日本國那裡 日本帝國那裡 就這樣啊 因為 因為現在日本國和日本地國都 相差不一樣 日本人到現在搞不清楚嘛 他不說國有化 要怎麼國有化 哪一個國 他現在就說日本國 國有化 可是這個是 日本帝國的啊 這搞不清楚 還有什麼問題 現在大家 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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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那位 比較麻煩 就是說 你要加什麼人 有啊 那現在有人在開採嗎 有啊 那現在有人在開採 那就是 那本來 這界線 界線是這樣垂直嘛 那中國 油港 這樣擦一擦 一擦就擦進來 來 入侵 探勘這個油田 雖然說 台灣有被侵害啦 某種說起來 也是可以啦 問題 你去國中國 怎麼好 要去中國 到中國 到中國 怎麼好 你美國提供沒有管轄錢啊 對啊 你要去送提供 那不是美國的地方 美國也不關那個地方 對不對 沒有管轄錢 我們這個案件是怎麼 有好處 我們 八九在美國 你八九在中國 你去那裡 那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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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有獨立 他們的司法怎麼有獨立 不可能獨立 你也拜託 美國有司法有獨立嗎 有啊 美國司法有獨立啊 所以去美國有 有希望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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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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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現在是美國是金彩女方嗎? 沒有,釣魚台不是金彩女方 他是教日本 現在是日本釣而已 對 那日本就沒有要 那跟我們沒什麼關係 那日本釣而已 那你也是日本的啊? 對啊 現在他管的啊 現在日本政府在管啊 對啊 所以我們沒辦法出聲 那日本在管的 我們也是社會的日本的 要怎麼出聲 我們沒辦法出聲 新南青島上在管 台灣在管 台灣方釣而已不是台灣人在管 所以我們可以出聲 如果沒有人住在那裡 那 釣魚台現在是日本在管啊 所以沒有辦法發聲 還有什麼問題嗎? 對這個案子 有什麼意見可以提出來看看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那我們就下課了 謝謝 謝謝 各位學員請起立 走 各位先請坐坐 我這邊要散播等的分組討論的地方 大家知道齁 高雄州在那個一樓的會議室 就是 班國市對面那間 一樓的會議室 高雄州 其他的各州 與高沙族 在一樓的咖啡廳 其他各州 與高沙族 在一樓的咖啡廳 謝謝 然後下課休息十分鐘 謝謝